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好吃的呢 还是好玩的呢 瞧 熊宝宝一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到处的找礼物 可是什么都没有 熊宝宝很不高兴 咦 这是什么 熊宝宝在枕头旁边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小纸袋 他打开一看 里面有十块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熊妈妈推门走了进来 微笑着对熊宝宝说 亲爱的孩子 你又长大了一岁哦 祝你生日快乐 这里有十块钱 你拿去买自己喜欢的生日礼物吧 熊宝宝一听 开心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马上穿好衣服 吃过早饭 就兴冲冲地拉着妈妈去超市 超市里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 熊宝宝一口气挑了好多好多东西 购物小车都快塞满了 站在一旁的熊妈妈提醒熊宝宝说 这么多的东西 宝宝的十块钱够不够啊 可是熊宝宝根本听不进去 还是一直往车里装东西 后来 购物小车再也装不下东西了 熊宝宝才停下来 和妈妈推着小车来到了柜台 一共是一百块钱 柜台的兔阿姨告诉熊宝宝 熊宝宝一听 傻了眼 可我只有十块钱呢 熊宝宝抬头看了看妈妈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亲爱的宝宝 只挑你最想买的好不好 熊妈妈给熊宝宝出了个好主意 于是熊宝宝又开始重新挑选 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虽然熊宝宝没有买那么多好吃的 好玩的 但是她还是买到了自己最想要的香脆的旺旺雪饼 甜甜的鲜橙汁 还有一个漂亮的小风车 小朋友 瞧 熊宝宝多能干呀 她又长大了一岁 还会自己花钱了 你会吗 好玩的 我有 carn心不比较好 让你不要还手 小时也有安装 伤不散 小时也有好玩的 还有这次 感谢观看